第三章 较量 严峻的1983年 第一节 还改革 批苦练 1983年 不仅农村经济改革迈开了大步 政治体制改革也提上了日程 8月18日 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做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30日通过了这个讲话 这个讲话提出了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 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 提出了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 讲话中还指出 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 干部制度方面来说 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 权力过分集中现象 家长制现象 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 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他对这些现象进行了空前尖锐的批评揭露后说 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 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 他接着讲了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方方面面 指出 现在应该明确提出 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残余影响的任务 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的改革 肃清封建残余的影响 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 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经济管理的民主化 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促进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在这篇讲话的最后 他否定了当时有人重提的心无灭姿的口号 认为这个老口号不够全面 也不够准确 有些同志 把我们现行的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 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 也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 这就不对了 邓小平这篇讲话 当时受到知识界的普遍欢迎 有人认为政治改革的春天来了 紧接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 也是在宽松的气氛中召开的 人们称之为民主的大会 改革的大会 此时 一些激进的改革知识分子也活跃起来 各家报刊发表了大量谈政治改革的文章 例如 1980年10月 光明日报连续三天不惜版面 发表严家齐 鲍童 于浩成 张显阳 吴明瑜等人谈政治改革的文章 从题目就可以看出 这些文章的敏感和尖锐 严家齐 改革政治制度需要研究政体问题 吴明瑜 研究世界政治是改革的需要 鲍童 对官僚主义的认识 不能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 于浩成 政治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实现民主化 江春泽 要从制度上保证劳动者当家做主 张显阳 官僚主义的问题必须从制度上解决 吴大英 健全法制是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保证 高放 要改革就要重新总结历史经验 胡华 身披左倾理论 为改革扫清道路 萧卓基 学术研究只能服从真理 铃维 把反对官僚主义的方针坚持下去 这些文章有着广泛的读者 面对新的改革形式 保守势力千方百计的抵制 他们以波兰事件为借口 扭转了政治改革的形式 1980年7月 波兰发生了一件大事 这个国家过去靠财政补贴 维持较低的商品价格 由于财政不堪重负 加上西方逼债 波兰政府不得不减少财政补贴 使肉和肉制品价格大幅度提高 结果引起了战后波兰规模最大 持续最久的罢工浪潮 盖莱克总统被迫下台 在这次公朝中出现了团结工会 他向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 及共产党提出了挑战 从而形成了团结工会 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两军对垒之势 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地位 开始动摇 波兰的政治风云影响到中国 邓小平和胡耀邦 对波兰事件持积极态度 我的笔记本上有当时传达的 他们两人的内部讲话的大意 波兰人民的斗争 是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 是正义的 苏联这次不敢出兵 波兰给我们的启示是 必须坚持改革 中国不会发生波兰事件 但是 陈云阵线却持相反的看法 1980年9月24日 胡乔木给胡耀邦 写了一封关于波兰危机的长信 信中认为 中国也有可能爆发像波兰那样的局势 少数持不同政见者 与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相结合 可能成为一种巨大力量 外来思想 经济 政治 文化影响 对我们也是一个大问题 工会可以分为官方工会 与独立工会 我们如不从速解决 也并非不能造成这种局势 而其他群众组织也可能出现类似情况 胡耀邦没有及时表态 后来胡乔木让中共中央秘书局 把这封信印发各中央机关 和政府部门群众团体 并要求各部门都从各自角度出发 对波兰事件进行研究 制定对策 1980年10月9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 传达讨论胡乔木 关于波兰问题的信 中宣部长王任仲说 乔木同志建议 讨论波兰事件的经验教训 以为波兰的教训很值得吸取 我们存在与波兰相类似的问题 发展下去会造成同样的后果 小平同志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不要再宣传 等等 接着 中共中央宣传部传达陈云的意见 一个宣传方面 一个经济方面 这两个方面如果不注意 中国也会发生波兰那样的事件 除了波兰事件以外 中国改革中的一些新情况 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思想的人不安 农村出现了私营企业 出现了故宫现象 出现了私人搞长途贩运 这些情况引起了一些人的争论 有人指出 农村出现了剥削 出现了投机倒把 在过去几十年中 这些现象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面对改革中的这些情况 那些要求保持社会主义纯洁的呼声 突然高涨起来 这种呼声 是针对当时的改革潮流的 是针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 和农村流通体制改革的 波兰事件和国内要求保持社会主义 纯洁的呼声 使中国的两个基本点的天平 发生了倾斜 从改革开放倾向到四项基本原则 对陈云来说 当时遇到一个契机 这就是华国锋杨岳进造成的经济过热 按照计划经济的眼光来看 就是宏观失控 经济混乱 遇到这种情况 计划经济的办法就是收 即调整 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召开的 这是一次经济工作会议 主要是研究经济调整 即调整洋岳进造成的经济过热 12月26日 陈云做了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主题报告 这个报告共讲了14个问题 谈到利用外资时 他强调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 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 对外国资本家在欢迎之中要有警惕 谈到经济形势时 他说经济形势不稳定 可以引起政治形势不稳定 改革要有利于调整 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 而且要退购 他批评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 以小几大 以落后几先进 以新厂几劳厂 他强调 我们国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 因此对许多方面 在一定的时期内 国家干预是必要的 我们要改革 但是步子要稳 因为我们的改革 问题复杂 不能要求过急 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 随时总结经验 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 开始时步子要小 缓缓而行 邓小平在这个会上做的题为 贯彻调整方针 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 对他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来了一个大转弯 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指出 对于党内外任何企图削弱 摆脱 取消 反对党的领导的倾向 必须进行批评教育 以致必要的斗争 对于他三个月以前讲的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他做了新的批注 方法要细密 步骤要稳妥 先要在少数单位进行试点 没有制定和颁布完善的条例以前 一切非试点的基层单位 一律实行原来的制度 但是 大家翘首以待的完善的条例 一直到他试事时 还没有出来 这是后话 在这之前 以翁永熙为首的四位青年 上书陈云 提出 以需求稳物价 舍发展 求安定 还改革 重调整 大集中 小分散的 24字方针 陈云很欣赏这个建议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宣读了这封信 表示赞同 并提出 经济上调整 政治上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由于陈云的看重 翁永熙一下子提拔为 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成为副部级干部 改革派当然不会放过这个人 把他在文革中打老师的问题 端了出来 翁永熙被贬到安徽一个县里 但翁永熙不甘寂寞 还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 记者把他的看法写成内参 邓小平看到了 批示道 怎么这个人又出来了 这一次 翁永熙连九品芝麻官也丢了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 接受了还改革的建议 在经济改革中 坚持计划经济 坚持指令性计划 一些坚持商品经济看法的 经济学家受到批评 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 当时最突出的势力 是对苦练的批判 和对青年诗人叶文福的批评 叶文福原来是军队里的诗人 他的诗作 将军不能这样做 尖锐地批评了军队里高级干部的特权现象 因而被迫离开了军队 后来他到处演讲 大胆批评共产党内的腐败现象 和社会制度的弊端 他在北京师范大学讲了一篇话 学校的政工干部反应 党组织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 一篇讲话就把它全吹了 邓小平在1981年7月17日 同宣传部门的谈话中 不点名地批评了这位青年诗人 叶文福受到了单位的批判 从此就销声匿迹了 苦恋引起的风波 比叶文福风波要大得多 苦恋是著名军人作家 白化写的一个电影剧本 发表在1979年9月出版的文学刊物 10月上 1980年底 长春电影制片场 以太阳和人为题拍成电影 导演是彭明 剧本写了画家林成光一生的遭遇 青年时他被国民党抓壮丁 被传家女绿娘相救 彼此相爱 后来林成光因参加反饥饿 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被特务追捕 逃往国外 在美洲某个国家 他成了著名的画家 新中国成立后 他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 和绿娘一起返回祖国 回来享受到短暂的快乐后 就不再被政府信任 在文化大革命中 更备受折磨 他女儿觉得 这个国家再不能容身了 决定和男朋友到国外去 林成光反对 女儿反问父亲 您爱这个国家 苦苦恋着这个国家 可这个国家爱您吗 林成光无法回答 此后林成光被迫逃亡 藏身卢为荡 以生鱼鸟蛋为生 成了野人 据忠实 雪亭天晴 红日当空 林成光的生命之火 一惊燃尽 他用最后的力量 在雪地里 爬出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 太阳和人在审骗时 不仅没有通过 还引起轩然大波 文艺界的一些权威人士认为 这个剧本 否定三十年 否定社会主义 否定党的领导 是一部很坏的影片 当时社会上流行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 就是揭露和批判过去极左路线 给人们心灵 家庭 社会 所造成的伤痕 实际上 伤痕文学所揭露的 不仅仅是四人帮的极左 也揭露和批判了 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阴暗面 苦练是伤痕文学中高层次的代表作 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前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就提出要批判苦练 1981年4月17日 解放军报在一版头条发表社论 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 其中有三分之一的篇幅 批评文艺界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现象 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 4月18日 解放军报第三版 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部队读者 批评苦练的三封来信 其中来自白话所在的武汉部队的信 一部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作品 最为严厉 4月20日 解放军报以进整版的篇幅 发表了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 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 凭电影文学剧本苦练 4月22日 时代的报告杂志 为批判苦练出了增刊 第一次就印了15万份 上面除了有批判文章以外 还作为靶子 附录了苦练的全文 读者为了看苦练 一抢而空 解放军报时代的报告开头 北京日报、文学报、红旗、湖北日报、 长江日报等报刊紧跟其后 不惜篇幅 发表多篇批判文章 还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 而文艺报、新观察、北京科技报 则发出不同的声音 为知识分子说话 指出 有人在捍卫四项基本原则的名义下 搞左 但和批判的声音比起来 这种声音十分微弱 胡耀邦要大家冷静一点 先把对苦练的批判冷下来 再研究对策 当时主管思想战线的主帅胡乔木 要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的文章 人民日报文艺不认为 解放军报的文章带有文革时打棍子 和大批判的色彩 不能以礼服人 如果人民日报转载 就表明中央同意这样做 所以按兵不动 胡乔木得知 人民日报不转载的后台是胡耀邦 就把状告到邓小平那里 于是就有了邓小平对苦练的谈话 1981年7月17日 邓小平同中宣部负责统治 谈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 他说 太阳和人 就是根据剧本苦练拍摄的电影 我看了一下 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 看过以后 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 共产党不好 社会主义不好 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 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 他重申四项基本原则 他说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 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 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 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邓在这次讲话中 提出由文艺报写批判苦练的高质量文章 8月3日 胡耀邦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讲话 也讲到要把文艺界正在进行的对电影剧本苦练的批评做好 白话同志还是写了好作品的 但是苦练就是对人民不利 对社会主义不利 应该批评 而且它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 它代表了一种错误倾向 此后白话在他所在武汉部队里一度失去自由 开大会和小会接受教育和批判 白话在检查中说 历史老人最终是公正的 一再苦练是好是坏 历史自有公论 时代的报告主编黄刚 就白话的这句话写了长篇批判文章 胡耀邦对批判苦练 态度不是很积极的 1981年1月10日晚 在审片时引起批评之后不久 白话求见胡耀邦 请他看看这部片子 胡耀邦回答说 昨晚钟南海放了这部电影 我没去看 听说有人反对你这部片子 有人支持你这部片子 我们家就是两派 一派是我的秘书 他反对 一派是我的儿子 他支持 他一再表示 在这部片子没有审查通过之前 他不准备看 白话一再请求 他还是坚持不看 经过一段时间批判以后 9月25日 胡耀邦对文化部副部长 陈荒梅说 苦练的事情应该了结 10月 胡又对文艺报负责人张光年说 批苦练的事了结了 根据邓小平7月17日的讲话 文艺报负责人唐达成 唐英直笔写了批判文章 经周扬 张光年等人组织多次修改 又经作家协会讨论 中宣部讨论再修改 10月6日文艺报发表 10月7日 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苦练风波就此平息 对苦练的批判虽然结束了 但对思想界文艺界的影响并没有结束 作家们写作更加小心了 1982年6月召开的中国文联四届二次会议提出 要继续克服并改变 换散软弱状态 更加坚定有力地在更高水平上 贯彻中央对文艺工作的指导 这次会上 作家们牢骚颇多 著名作家邵燕祥写了一首打油诗 近视作家艺术家 出功入静静无华 不辞百万成虚致 难得惊人似傻瓜 以燕几回诗作称 可知何日比生花 掌声拍报平安夜 大会开得很好吗 改革开放 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 这一代领导人的历史使命 在不丧失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前提下 他们是不会让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论和原则 阻碍改革开放的 在对右的势力 给予适当打击之后 他会敲击钢琴的另一个键 使改革开放的音调高昂起来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